大家好,歡迎來到這個Point Up的環節 又是我世榮跟大家說一下今次有甚麼跟進碼 其實有時你要補到一些冷碗,例如雷工作那些碼 你都一定要跟進,或者無限商機那些 今次就帶大家去跟進這兩匹碼 未講之前,希望大家在右手邊還未訂閱這個頻道的朋友 記得訂閱世榮香港人賽馬頻道 按這顆四星龍珠就可以了,事不宜遲,馬上帶大家看看 今次用堅仔賽馬,見到無限商機差一條頸就贏了 輸給外擋,充得好,何宅堯終於幫偉達開債了 見到無限商機這隻馬,之前已經跑得好 所以我就說他鬼上身 為何說他鬼上身呢? 你看我做筆記,小鳥都讓路了 四班一千,賽程少,所以他都拘捕 因為之前那場,其實小鳥傲場都是60分,亦都是文家良馬放 用得泥海詠,五十多倍,難道跟你說拘捕嗎? 但60分,他又不跑四班,為甚麼? 因為四班那隻跑不到,為甚麼? 因為有無限商機要拘捕,否則下次就出不到小鳥傲場 所以這些馬都會盡快交代 下次都可以再跟進,大家千萬不要錯過了 至於第二場,亦都有一匹,根本是很難放回來的雷工作 本身就打算四五選之間,臨場見內難不好 亦都提及了大家,所以開Live很重要 用大手聲蝶,見到雷工作,真是臨場有的 你不買,真是自己吃虧,丟了百多萬 這樣也不跟,拖回Q,丟輸而已 你買不輸的,我和波仔都贏科超影 是不是很重要呢? 所以這樣可以令到大家,相對上,就算落了票也好分 有百二元Q,其實都算收獲,OK的 臨場你都記得,用筆記大手聲蝶跟回 好了,今次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明天出了排位之後,大約十點左右 會有我在這個節目頻道,跟大家講一下馬迷早晨 大家千萬不要走開,稍後,明天還有更多精彩節目 所以希望大家按完訂閱後,按下鈴鐺再開 多謝大家收看,我們明天再見,拜拜